這個是英國 這個也是英國 才燉暖不到半個月的時間 英國迎來了13年來 最嚴重的騷亂之一 各國政府也非常緊張 發出了旅遊警示 擔心情況會一發不可收拾 但你知道這場動亂 其實來自於一個虛無緹緹的假消息嗎 歡迎收看舉手發問 我是彭聚 這場騷亂的源頭呢 我們要帶您從一個刑事案件開始說起 就在7月底的時候 在英國的北部濱海城市 一個叫南港的地方 發生了無差別的攻擊事件 當時17歲的兇手呢 闖進了兒童的五寶班 針對小朋友進行攻擊 也造成了三人死亡 但也就是這個時間點 極右派出現了 在網路上把兇手的身份 張冠李戴成尋求庇護的穆斯林 而且也就在這個時間點呢 網路謠言就像一根點燃的火柴 來引爆了全國怒火 利用了對穆斯林的恐懼 英國的這些極右派呢 跑到了附近的清真室 砸石塊送火砸汽車 完全不把公權力放在眼裡 但是到底為什麼 英國人的穆斯林恐懼症 一發不可收拾 整個歐洲 整個西方的世界都害怕穆斯林 為什麼 其實揮救原因就是 從911的攻擊開始 美國進行了全球反恐戰爭 那進行全球反恐戰爭之下呢 當然就加速了這一個 布斯林 也就是我們知道 回教聖戰寺的反擊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是一個州 這個國防安全的邊境封鎖 相對的比歐洲來得容易 所以看到伊斯蘭的這些恐怖分子呢 就以英國 烏州各大城市為主 你可以看到今年每個逐年的 特別英國是從2005年的 這個河崩的車站開始呢 幾乎每年你都可以看到 有恐怖攻擊事件 那這個幾乎都是由 這個穆斯林的這個聖戰寺 來發動這種不差別的恐怖攻擊 所以我想再加上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這一些不管是ISIS 或是哈馬斯 或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長期以來這一些 穆斯林的恐怖組織 惡名昭彰 我們從媒體上面的新聞 可以看到很多他們的 這個文化觀念各方面 跟西方世界跟民主價值 有極大的衝突 這個使得這個英國民眾呢 特別是白人 對於穆斯林的這種旗艦 偏見偏差 然後呢 運用這個執政的力量 制定各式各樣的法律 來這個歧視穆斯回教徒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種 穆斯林恐懼症 是非常長期以來的 這個等於是基督教跟回教的 這個宗教衝突 所誕生的下面的產物 英國官網點名了 背後的始作俑者 就是老牌的極右派組織 叫做英國護衛聯盟 而其他的極右派組織呢 也似乎群其詳異在各地 舉辦了抗議活動 也讓暴行四處流竄 而他們專門鎖定的是 移民律師 還有庇護旅館 當作攻擊的標的 甚至呢更誇張的是 從民調顯示有三分之一的英國人 跟支持他們的行為 但是同樣的 也有反反移民的 這一些抗議聲浪 上街來幫忙聲援 也掩封出了這種 兩極對抗的場面 但是呢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話 現在這樣子的仇恨種子 似乎也向下扎根 因為從英國警方 逮捕的數據來看 目前有超過500個人 已經被逮捕 而且當中呢 有四分之一的人 不到21歲 最小的犯罪者 竟然只有11歲 英國長期以來有兩個 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一個呢就是經濟上面的貧富差距 第二個呢就是公共服務的不足 那這兩個原因呢 尤其是這個年度差距 大概有將近100萬的兒童呢 他處於貧困的狀況 那長期以來呢 有400萬的英國的兒童 是生長在這個中低受控戶的家庭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貧窮會使得這些兒童呢 失去了就學就業 而且容易被假訊息所影響 再加上現在是暑假期間 也根本不用到學校 所以哪裡有 他們就人就往哪裡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社會背景深層因素 面對這個唱首山芋的 是英國首相施凱爾 但是別忘了一個月前 他才風光盛選 但沒有想到 現在他要來處理到的 是各地四處不斷發生的暴行 面對這樣的暴行呢 他採取的是法律戰還有警方戰 他採取了警海戰術 同時也祭出法律強硬的 來回憶這些極右派 說要讓他們後悔 不過特斯拉的創辦人 馬斯克也在網路上嘲諷他說 英國終將走向內戰 被這個警察誤殺了一個黑人的青少年 然後就演變成類似金字的 這個大大的房東 那時候我人在英國印象非常深刻 街道上所有的餐廳 這個商店全部都用木板 把它隔起來防止自己的 窗戶玻璃被破壞 那這個騷動持續了幾個月之後呢 就逐漸平息了 那我相信這一次也是的 因為根本的醫術沒有解決 但是但是英國的警方的警力優勢 英國的這個法律制度各方面呢 我覺得還是足以有足夠的能量 短期內的把這個暴動呢 這個解決 長期要解決我們當所說的 這一些貧富差距移民的問題呢 則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如果你用這兩個層次來看 我相信英國政府 在未來的兩個禮拜之內 就可以控制這樣子的暴動 那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這個都是長期的 我剛剛說的社會問題 經濟問題 未來就有一個英子 然後種子火苗被點燃了 它又不會捲土重來 所以長期以來 英國到底能不能解決 它的這個貧富差距移民的問題呢 要根本的從國家的這個 這個經濟政策 也就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呢 要進行調整 或是都是大工程 更不用說 這個新的首相上任 他的支持度 雖然有 但是他密約期非常短 那所以我覺得他的挑戰 有各式類的挑戰 這個應該不算是最大的 但是眼前的確是眾人的壓力所在 貨真價實的假消息呢 現在變成了英國社會13年來 最真實的街頭暴力 只有他也透過煽動 人民被剝奪的恐懼 嘗試把轉化成更大的人生恐懼 過去的日部落帝國 現在呢 卻被種族歧視的觀念所殖民 英國想要真的恢復平靜 恐怕還需要一點時間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舉手發問 我是彭聚 讓我們問問題找答案